其實我的耳朵是用虎髮串的 是用兩塊薑,然後耳朵一邊磨到很熱,沒有視覺 然後耳環第一句是會批批批,批到紅芝麻,然後耳朵刺進去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剛剛過了新年,我想大家都到一些禮史了 所以是時候要燒你們了 今天我想介紹五間IG購買一些小飾物 平時大家看到我戴很多耳環、頸鏈、手鏈都很喜歡 生活度很高的 今天要公開和大家介紹在哪裡買的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我們就不要錯過 現在馬上開始吧 我不知道現在是越來越流行戴水晶 還是之前我拍片做了很多資料收集 所以演算法不停地彈出水晶資料給我看 令我有心動想戴水晶 但是這次我不敢戴什麼人緣、愛情、恩緣 這次我選擇財運 所以大家最近都應該看到我經常戴一條金泰晶 雖問度也非常高 就是來自Maya Jewelry 這間IG購物 平時的水晶鏈通常都是一串珠 但這間店有很多不同的吊色 你會看到有一點設計感 就不像一些普通的水晶鏈 例如我手上這一條 它會有珍珠、金色的配搭 所以戴下來就沒有平時的那麼悶 還有美感都很多 再近些距離給大家看看 之前我戴水晶很容易變軸的 但是暫時這一條仍然是很晶瑩、剔透、美麗的顏色 這條金泰晶可以提升旺氣、招貴忍、加強全新的氣場 以及招財聚氣 暫時我未感受到什麼變化 也未有反效果 所以我都會繼續戴下去 因為其實看上去都很美 它戴在左手 然後這間店鋪也有給我一些白晶 去做消磁這件事 所以我最近就嘗試多點跟水晶聊天 跟它做朋友 希望沒有之前那麼多不好的經歷 我們靠你了 第二間店鋪就叫做 Amour JC Official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經常拍片都戴一條頸鏈 上面是有一個小狗的腳印 然後有一個C字 C for Chopper 比較近鏡大家看看 也是我最喜歡的珍珠 以及是金色的配搭 因為後面有很多圈 所以長度是可以調校的 你可以穿V鏈的時候放低一點 或者調校到最短 就可以做一個鎖骨鏈的長度 我喜歡這間店鋪 就是無論手鏈也好 頸鏈也好 它們都有很多款式 可以放自己的英文字母上去 做一條獨一模異一點 比較屬於自己的手式 另外還有一條手鏈也好漂亮 就是這條月亮星星的雙層手鏈 因為今年的部分比較幼 所以月亮和星星 上面有些閃石是很突出的 如果你也是這類型星空空的話 一定會很喜歡這條手鏈 然後第三間店鋪 叫做Accessories Belly 它們會在韓國的東大門入貨 大家上次看到我戴著這雙耳環 拍片都很多人搬 就是來自這間店鋪 這雙星耳環有一定的粗度 而且不是平面的 所以戴上去很有立體感 今天特地紮起頭髮 就可以展示到頸鏈和耳環 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耳環 你看到其實不算非常浮誇 當然它是一個有存在感的耳環 但是你紮起邊 然後你這樣戴 你也不會覺得 這個有什麼事 好像很誇張 不會的 所以它是非常漂亮 而且我的膚色很搭配金色的耳環 然後另一雙會比較斯文 釣著菱形 上面有些閃色的 這雙耳環的存在感 就沒有剛才星星那雙那麼多 如果你紮起邊的時候 它反而不太能看到 但是如果你是長頭髮 把頭髮都放下來 然後揪著耳朵 就一定會看到 它裡面是這樣的 菱形釣著 然後閃閃閃的感覺 來到第四間IG購物 就叫做 他們的耳環款式 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這一款我自己很喜歡 是一個暴霧網的設計 講一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的耳洞是用古髮穿的 是用兩塊薑 然後把耳朵磨得很熱 沒有知覺 然後耳環的第一對 會批批批批 批到很尖 然後一下子進去 沒錯 大家應該現在 都是用槍去釣耳孔的 但是 上當年 我是用這種古法 釣出來的耳孔 我還要釣了四個耳孔 現在埋了一個 所以我只剩下三個耳孔 這一款耳環不是直的 它是有少少弧形 所以 當我夾了這些鬍鬍的時候 它就好像一個小鬍鬍 在旁邊 我就很喜歡這個設計 而且布幕網 真的非常漂亮 帶出來的大小剛剛好 它不會過分浮誇 所以這雙耳環我自己都很喜歡 但是如果喜歡一些浮誇型的 都有選擇 飾物這東西 哪有人嫌多 同一間店 它有一款是非常浮誇 非常有存在感的 它是一個勾型的耳環 完全不需要耳環托 超方便 我是不用鏡子 都可以戴得到 然後帶出來 我覺得很搭這件衣服 而且它可以令臉瘦一點 因為它的長度是剛剛好 到下巴位置 就很修飾面型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 都很喜歡戴這一雙耳環 它不算很重很聚 但是也有適量的重量在裡面 因為始終有少許金屬 而且很喜歡這些 叮叮叮的聲音 不知道大家如果戴這一類型的耳環 會不會很喜歡摔它 然後聽這些聲音 我覺得整件事很治癒 它吊著一個通洞的玫瑰花 一個金色圈圈 一個木的圓形 以及一些金色的吊色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感覺上很豐富 整件事 這一間IG購物 除了耳環之外 還有其他首飾 例如這條雪花手鏈 就是之前我做伴娘的時候 戴著的 我貪它很方便 一索就戴到 不需要其他人幫手扣 而且它的花紋 真的很漂亮 很搭配姐妹裙 如果大家今年做新娘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可以買 給姐妹伴娘朋友 一人一條很漂亮 到最後一間IG購物 其實我不知道它還有沒有運作 因為我看到它已經停止了更新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它設計的耳環 非常漂亮 每一款都只有一兩對 比較獨一無二 我現在手上這一款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有些是布 有不同的石 然後珍珠 金色的吊色 真的非常豐富 戴出來可能有一點浮誇 因為它都有一定的長度 但是如果有一些特別的日子 或者去派對的時候 戴的話 真的很搶眼很漂亮 大家其實看到它的造工 都很精緻 而且每個布料都有一些不一樣 它不是完全對清的 我正正就是喜歡這種 隨意感和手作的感覺 所以希望它不要放棄 繼續做多些漂亮的耳環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 五間賣小飾物的香港IG購物 希望大家都會支持本土的小店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到三點 以及星期二更到三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